Mossi跟這個價錢差一個多了 好嗎?好嗎? 一個2000 一個8000 個人計劃OK Good Morning 又是宅親的一天 帶三寶媽來開箱新飯店了 Yup 而且這個離我們家很近喔 如果我們騎水上摩托車過來 可能只要5分鐘 因為他就在我們家正對面 好啦 今天帶大家來開箱全新的 巴黎福棚喜來丹酒店 是 它也是萬豪體系的第22間酒店 對 當初看到這邊開福棚 就有點嚇到 萬豪 怎麼敢開在這裡 但是就是這邊的周遭機能 好像是近的 對於要逛巴黎的人來講 就這邊是方便的 因為其實還蠻多人會來 像十三藍博物館 然後旁邊還有巴黎老街渡船頭什麼的 而且它好像就是這邊的view也都很好 然後是每一間房間都會有那個 美人湯可以泡 哇 我們剛才已經check in完畢了 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我們正式脫離了那個萬豪的桶子 我們想說算了 不玩會員了 我們之前累積了三四年的白金 然後今年沒有湊到差一點點 被退到了金卡 金卡的話這個福利就少非常非常多啦 但是就出去的話我們就可以拍更多元的 就不會局限在同一個體系裡面 我們今天住十七樓喔 蠻高的 應該是 十七樓這麼高 對 因為我訂 最高到底的 十八樓 十八樓 喔 所以我們第二高喔 以前我們訂房的時候 我都會訂最便宜的 因為我們有會員 然後會員的話就 有機會被升等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 變金卡 對 所以就 我就直接訂一個比較貴一點點的房型 其實福棚啊 算是喜來燈裡面 就是等級是稍微低一點點的 所以我們想說 它應該是一管要在三千四千塊差不多 那個不是 最便宜最便宜的晚上也要五千多塊 現在好像台灣新開的飯店定價策略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就很難再便宜了 那像我們今天訂的是 第二個房價 一個晚上喔 平日 八千八百七十七 超級貴 超級無敵貴 好 我們就去開箱一下房間 大廳的風格啊 我覺得其實裝潢是很舒服的 它裝潢是用了很多的鐵件 黑色跟黃色的元素用蠻多的 所以它整個燈光啊 黃光的那個色紋是比較高的 所以看起來整個飯店是 比較沉穩的感覺 我覺得沒有聞到新飯店的裝潢味還不錯 因為很怕新落成的話很多裝潢味還很重 就要進來吸甲犬 但它沒有 沒有沒有 就是它就是它 進到房間了 Yup 來大家看一下這個 寒睡平日 8877元的房間 長什麼樣子 其實一進來的感覺 我覺得是蠻典雅別緻的 它是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 它用的都是這種 木頭紋大地色系 它其實從大廳的色系 到整個房間裡面的燈光 都會比較暖暖的感覺 對 雖然這邊採光很好 就是旁邊 你的景色你看 望出去就是淡水河 望出去那個就是碼頭 我們家的景色剛好這邊正相反 嗯 我們這邊看到我們家 然後我們家看到這邊 很酷欸 我覺得超酷的 就是這邊看的到我們家 我剛剛說是 這邊採光雖然很亮 可是進來它裡面用的暖暖的感覺 但是也不會覺得好像很違和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選的家具好了 它的家具你看 皮革的沙發座椅 後面啊 它的那個床頭櫃的崩皮啊 也是用這種比較紳士的 所以我覺得整個房間它選的都是 成熟穩重的那種紳士風 這邊一進來 讓我想到那個 台中的慕斯里 嗯 就是因為它那個牆上的裝飾 可能就是很現代風的一些畫 包括他們的鐵鍵這樣搭配起來 很通透的感覺 但妳這樣講他不會開心喔 MOSIE跟這個價錢差很多了 好吧好吧 個人自由一致 因為兩千 你給八千 個人自由一致喔 好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 長板凳的長沙發椅 對不錯欸 其實那一件是紮實的 還蠻好重的 電視啊 它也是用一個鐵鍵包框的方式 然後把它包起來 所以看起來也很俐落 然後小半台上面沒有什麼東西 就蠻俐落乾淨的 然後這是我們自己放上去的 這是我們今天要拍的包養品 然後旁邊還有這個水 可以拿 然後下面還有 冰箱 冰箱就像它打到寶對不對 哇 哇 它放得很好欸 它放的是那個 各種醋 果醋 媽媽要不要試搭一下這個床 看一下這個床墊他們用的怎麼樣 好 我現在有點 沒辦法正躺 將近四個月的大肚子 好累喔 我怎麼肚子可以四個月那麼大 我覺得還不錯欸 她想要睡這個床 感覺它是比較 我覺得偏硬的 對 偏硬的那種床 可是對我來說剛好很舒服 然後這邊放沙發的啊 也是用一個 木頭貼皮 然後再加上鐵鍵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方便的全身鏡 其實它裝潢很不錯欸 就是還是有自己的風格 你感覺不出來是浮紅系列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邊有個小秘密 喔喔喔 這麼大 這裡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邊有保險箱 然後下面是 拖鞋 拖鞋 來看一下關西 關西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媽媽最喜歡的白色 裡面也很讚耶 你看 這就是他們傳說中在 一房一溫泉 美人湯 就為了這個來的 對 它每個房間都可以泡一個美人湯 就是坐在裡面 對 但我原本以為 它的美人湯是可以看Ryu的 可是他們本身就有放那個湯屋 溫泉湯屋 可以去那個有大眾池的地方泡 那邊的路應該就是不錯了 好 等一下再去 嗯 等一下去看看就知道了 然後就看到我們的洗手台 它這邊用Color的 比較鐵鍵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的質感跟這個蠻互相呼應的 嗯 比起用那個白鐵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質感就是相對會把它加分 嗯 那媽媽今天有帶自己的保養品對不對 對 就是這些 這個是我近期試用的產品 它們是潔若尼絲 這個是灰熊厲害的泡泡面膜 這個是八一酵素的去黑頭潔鹽露 這晚上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這兩罐真的是厲害 重點是他們家現在有我們最喜歡的 迪士尼系列 耶 它還出了迪士尼款 超可愛的 必須買單吧 是不是 晚上我們再一起來好好保養一下 對呀對呀對呀 那裡面會有各一間的爭氣室可以使用 嗯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衣服 這邊也用的很精緻耶 裝潢很漂亮 外面就是他們的天際泳池了 真的有一點無邊際的感覺耶 還蠻棒的耶 只是現在下雨 它現在好像沒有開放外面 然後外面其實也用得很棒 有一些涼亭可以休息 走進來這邊 就是他們著名的溫泉池了 那溫泉池的話 它也是用黃色加上灰色這種大理石的感覺 這個很舒服 然後這邊是他們的 豬櫃 然後應該是可以跟他們拿鑰匙 總共有12個 然後下面也可以放 然後總共有兩區的感覺 它中間有用一個這個 隔開來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個溫泉池 是比較高溫的43度 這邊的話有冷的11度的超級冰水 然後還有這個比較溫的36.5度的 然後這邊有床可以休息 累了就可以直接躺在這邊睡 剛剛經過他們的同意 快速帶大家來看一下他們的南更衣室 跟外面的裝潢其實蠻貼近的 就是同一個風格 然後裡面還有另外的置物櫃 然後他說Locker就是用房卡的話 就可以跟他換置物櫃 所以這邊有鎖起來的 那如果你不想要鎖的話 外面剛才介紹那邊有 這邊還有脫水機 也可以脫水 然後這兩個應該是丟毛巾的 毛巾回收 然後上廁所在這邊 就是高級飯店的廁所的感覺 然後走到後面呢 是這個是舒嬅區 那在舒嬅區的話 總共有5個位置 他們的吹風機在這裡 吹風機Panasonic 然後他一樣做一個盒子 所以看起來就不會亂亂的 他直接把它收起來 這邊呢他是蒸汽室 整個南更衣室的話 只有一間就是這個 然後它是複合式的 就是它可以外洗 然後也可以當作蒸汽室用 然後洗澡的話總共有5間 這裡的話就比較狹長型 這感覺窄窄的 這比較會壓迫感一點 後來溫泉我們來吃晚餐了 晚餐呢吃這邊蠻有名的 自助餐 它的自助餐廳叫做 Lermesh 這邊非常漂亮喔 進來是一個 現代美式風格的感覺 座位區的話是從這邊嘛 然後到最後面 總共分三區的感覺 中間是吃飯的 中間是有兩種麵 一個是淡水魚丸麵 然後另外一個是蒜蒜牛肉麵 等一下來吃吃看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把他們的冷食材啊 都放在這種透明的冰箱裡面 可以夾 好像這樣子保鮮應該更完整 看一下我們大菜區 大菜區這邊有炸的鮮魚盤 然後是燉鴨 然後哇 其實這樣蠻有 然後小朋友可以吃的義大利麵 再過來這邊是烤盤區啦 就是烤玉米 然後跟烤魚 還有這是豬五花 有兩個羊排 然後跟一跟一雞排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他居然有現做的蚵仔煎耶 正在比較其他飯店沒有看過的 所以算他們比較特色的食材 這邊的自豬餐呢 大人平日的話 一個人是980塊 夏日的話是1280 你覺得有值得嗎 我覺得其實都蠻好吃的耶 對 就是以口味來講 我覺得都蠻符合打眾的口味 恩 如果來吃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啊 第一次的話就是牛肉麵 然後魚丸湯也不錯 水果喔 蚵仔煎 水果 然後海鮮蝦子也很清鮮 然後牛排非常不好吃 牛排肉太硬 整體吃起來 這個有很多蠻好吃的 好像會一直拿一直拿 但是你說這個980有沒有辦法 afford 我覺得就是看你吃的食材吧 果然大家討論的蠻熱烈的 就是這還不錯 然後裝潢真的也很舒服 就整個動線啊環境啊 然後員工的素質也都很好 這邊一樣留了很大的空白 我覺得比較適合兩歲的那種小朋友 是媽媽洗好澡了 Yup 洗好妝了 孕婦到底可不可以泡溫泉 它上面是寫不建議啦 我來帶大家看這一款 非常厲害泡泡面膜 解肉泥絲的 我覺得這個男生用也很好用 因為簡單方便 對 簡單又方便 而且它還可以代替洗臉 它這個就是建議一週兩到三次 那一週用它的這一天呢 就不用特別洗臉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一罐就好 好 那媽媽也要來示範一次嗎 給大家看一下 它壓出來就是一個泥狀 有點像火山泥的感覺 你就是輕輕的 然後把它放到臉上 就像塗面膜一樣 就把你的臉塗滿就好了 它是智慧發泡 所以它其實30秒鐘 你就會 你的耳朵就會聽到 然後開始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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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這個時間就是在淨化你堵塞 比較紅妝的髒污啦 看他發泡那個過程真的滿療癒的 嗯 你好像變成一隻熊你知道嗎 就退化成一隻熊 泡泡越來越厚 很像是 你要變神了 而且其實你可以看到他的泡泡很綿 很細緻 你看 超美麗的耶 很好玩 而且他的成分很天然 就是其實大家的小朋友都可以使用 像我現在是運氣也是可以使用的 不要洗掉好不好 為什麼 你這樣比較可愛 三個分鐘到了 要不然來把他給你洗掉 好讚 整個洗完你都覺得你自己的臉亮了一階 水噹噹 差很多 真的就是 哇 超級有感的 馬上擺起來 這個真的會讓你變得很懶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懶人 然後他又滿適合懶人專用的 好 媽媽接下來要分享下一罐了嗎 有 下一罐是這個 他們新上市的八一酵素去黑頭結鹽露 這罐使用下來 我個人覺得他的質地也非常是溫和的 而且他很適合敏感肌跟乾性肌的人使用 對 他跟那個灰熊泡泡比較不一樣 是灰熊泡泡的話建議是一週兩次 四個到三次 那這個的話他就是每天早晚都可以使用 然後用起來就很溫和 臉上的那個髒汙啊油汙啊也全部都可以去除 沒錯 而且如果你有黑頭粉刺 或者是這樣比較容易長粉刺的部位啊 洗完的時候你就會感覺到他其實漸漸有浮起來 然後多洗幾次之後 你的狀態真的就是改善很多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很怕你洗面乳使用完 會臉很乾很繃 但這款就是不會 這款洗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你的臉還是水潤水潤的感覺 嗯 真的我懂那個乾繃的感覺 是是是是 就很緊啊 以前在劇團真的太常卸妝洗臉 卸妝洗臉都很懂那個 喔天啊一個洗完就很乾很繃的感覺 那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他的質地 好沒問題 那個質地是像這樣子 水凝狀水凝狀的感覺 那就邀請我們的model 沒問題 其實就是幫他上臉 然後你自己針對你自己容易長粉刺的部位去加強 去幫他按摩 就是用指腹稍微這樣子揉一下搓揉一下 他其實戳起來真的是非常的溫和 對 因為主要是他裡面有81%的高濃度精華 對 所以非常的溫和親膚 而且像我這種乾性肌膚的人洗起來 你還會覺得你的臉是濕潤的 嗯 這很重要 然後像T字部位容易也長粉刺的人 也可以在你的這個部位加強 讚讚 來這邊泡溫泉兼保養臉 對 隨時隨地保養臉 他其實也蠻好攜帶的 對 他就是一罐 對 但最重要還是他們有迪士尼的包裝 巧克 巧克 而且他就是一組兩隻 這一組就是那個灰熊厲害的泡泡面膜 然後這個是玻尿酸的泡泡面膜 然後這款就是主打保濕功能 嗯 如果你平常有習慣使用洗面膚的人 這款就真的非常適合 像是草莓鼻啊下巴顆粒清潔 對於毛孔粗大的朋友來說 真的是必備的產品 嗯 那潔若尼是他們家的商品啊 真的就很天然然後很溫和 所以不管是媽媽現在無懷孕啊 還是小朋友 碰到呢其實也都不用擔心 還可以一起玩泡泡 是的 哥哥他們也很喜歡 好啦那詳細的資訊 我們會放在底下的說明欄啦 對推薦大家可以試用看看 早安 現在是早上的七點鐘 早餐開門的時候 就馬上來帶大家體驗一下了 現在有一個很棒的活動 影片上說應該沒了 就是他有在地居民買一送一的活動 我們豬關蛋水好像沒有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早餐是什麼 這邊是沙拉的醬 然後跟青粥小菜 我看他大菜有什麼 主廚推薦的 這是應該是烤金玉吧 瓜仔豬肉 然後他這邊的一個餅這樣 哇這個冷菜又換的不一樣的 很棒耶 這個感覺很讚 先切番茄 花椰菜 然後 乾絲 皮蛋豆腐 跟沙拉 我覺得這蠻有特色的 這冷菜的那種選擇蠻多的 吃完早餐呢 吃完啦我覺得 是蠻好吃的 就是因為沒有比較特色的餐點 大部分都是一般飯店可以看到的餐點 是差不多的 但整個擺盤啊 中式啊 然後再加上餐點 氣氛是不錯啦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呢 帶大家來體驗 全新開的 巴黎如同喜來燈酒店 雖然他的房價比較高一點點 可是 他裡面的裝潢啊 配備啊 整體的營造的感覺 我覺得不會輸給 等級可能比較高一點 像喜來燈啊 的那種飯店 然後這邊的交通利點呢 真的也是蠻不錯的 因為旁邊就是 可以去渡船頭 然後騎腳踏車 算是巴黎最觀光的地方了 所以有機會的話 大家都可以來體驗看看囉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期待我們下次再去開箱 新的酒店 掰掰 歡迎 可以來繼續泡嗎 哇 它真的出來就是黃黃的 我們剛來的那種溫泉水耶 可是它又中和了一般的冰水 所以它就是我覺得它比較 應該是在房間裡面會 淡一點點嘛 除非你真的全部是調全熱 滿讚的 好幾次就可以泡 好幾次 我們進去看看 吧 再加一點點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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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